大家好,我是马克 本期是一部根据真实实践改编的励志电影 《风雨哈佛路》 伊丽莎白初生在纽约的贫民窟 家庭千疮百孔 妈妈酗酒吸毒,还患有精神分裂 家里像个垃圾场 妈妈卖掉家里的电器、衣服去卖毒品 没钱吃饭的日子 伊丽莎白和姐姐会在家里吃冰块或吃牙膏 想象自己在吃东西 再或者出去乞讨 搬着垃圾桶里别人丢弃的食物 妈妈的精神分裂越来越严重 被强制带走接受治疗 伊丽莎白明白 妈妈多么痛苦,多么绝望 她也想好好生活 可是贫心和毒品 让她沉入万丈深渊 她无力爬上来 伊丽莎白不愿意到学校去 她身上散发着难闻的味道 从来不洗澡,衣服也脏兮兮的 所有的同学都嘲笑她,欺负她 去学校是自找麻烦 为了不被在学收容所 伊丽莎白不得不偶尔出现在学校 幸运的是,伊丽莎白很聪明 老是日本想收回伊丽莎白的诗卷 反正你都没来上学 不可能会做的 伊丽莎白终取了一张诗卷 而且漂亮地完成了作答 得了个100分 两个月后,妈妈被送回家 伊丽莎白兴奋地拿着诗卷给妈妈看 遗憾的是妈妈并未上过学 妈妈离开家的时候还很小 没有机会到学校去 妈妈告诉伊丽莎白 她的爸爸打她 还性侵过她的姐姐 想必妈妈也未能幸免 一代一代的最无休止的循环 所有的力量都耗费在这上面 伊丽莎白的世界里 人只有两种 愤怒的和疲惫的 妈妈告诉伊丽莎白 她要到自己的父亲那里生活 想让伊丽莎白也一起去 伊丽莎白不想去别的地方 只想待在家里 劝告无望 妈妈带着伊丽莎白的姐姐 搬去了爷爷家 这样一来 就没人照顾伊丽莎白 伊丽莎白被带去了收容所 收容所里的世界和家里不一样 疲惫的人少 愤怒的人多 毫无来由的殴打 是这里的家常便饭 一个孩子莫名其妙地 将饭倒在伊丽莎白的衣服上 要知道伊丽莎白根本不认识她 很明显 这是个逼你犯罪的地方 之前被殴打的孩子 拿清洁麻藤的强酸倒在洗发水中 只听见洗澡的女孩 撕心裂肺的尖叫 继续待下去 伊丽莎白要么成为施暴者 要么成为牺牲者 伊丽莎白收拾行李 去了爷爷家 姐姐说 我们过得还可以 妈妈快死了 活不了多久了 可妈妈带在一起的时间里 是伊丽莎白最快乐的 没有毒品 也没有精神分裂 伊丽莎白和妈妈会去咖啡馆 坐下聊天 吃汉堡 说一些伊丽莎白小时候的事 妈妈告诉伊丽莎白 爸爸被送去收容所了 家里被清空 所有的东西都被扔掉了 伊丽莎白爬上水管 从窗户看从前的家 里面空空如也 就好像记忆被磨出了 伊丽莎白觉得 不许生活真的要重新开始 重新回到学校 伊丽莎白不再遭受白眼 她长大了一些 直到每天洗澡 身上的衣服 虽是从二手商店买来的 但也洗得干干净净 在这里 伊丽莎白还结识了好友克里斯 没有家庭的温暖 伊丽莎白在克里斯身上 找到了有穷的温度 在爷爷家没住多久 伊丽莎白就被赶了出去 15岁 伊丽莎白15岁就开始流浪 伊丽莎白和克里斯睡在地铁里 在路边乞讨 去超市偷东西 美德生于富足 盗贼出于贫情 在生存面前 伊丽莎白只求活着 不敢奢求尊严 如姐姐预料的那样 妈妈很快就去世了 装在一个别人圈奏的摩托箱子里 没有葬礼 没有牧师 像一只小猫小狗一样 丢在这里 挖土 掩埋 伊丽莎白心中唯一的温暖 家的温暖 没有了 最爱自己的人 没有了 她吸毒 她精神分裂 她有病 可她是妈妈 伊丽莎白知道 躺在这个木头箱子里的人 是妈妈 伊丽莎白无法离开 躺在妈妈的怀里 久久不远离去 妈妈的离开 给伊丽莎白带来了新的思考 她想要走出 那个长大的泥潭中 唯一的方式就是读书 伊丽莎白终取到了 一所夜校读书的机会 一边上学 一边工作 伊丽莎白想要两年 念完四年的高中课程 为此 伊丽莎白不放过任何时间 洗盘子的时候 在地铁上 手不使卷 伊丽莎白在地铁里 遇到克里斯 把克里斯叶带去了学校 想让克里斯叶来上学 老师并不反对 只是克里斯很排斥 学校计划送上次考试的前世民 去波士顿旅行 为期五天 伊丽莎白说 听起来不错 前世民是不容易的 老师告诉伊丽莎白 不 对你来说是容易的 你是第一名 克里斯看着波士顿的旅行海报 满脸不屑 告诉克里斯 太可笑了 谁想要去波士顿 老师带着前世民同学 参观哈佛 告诉伊丽莎白 他们也是普通人 看看这些建筑吧 还有这些树 这里走过的每个人 远看是梦 走近了才能感受到真实 伊丽莎白的头脑中 有了新的目标 伊丽莎白尝试 申请各种奖学金 只有纽约时报的全额奖学金 才能支持她念完大学 为了申请到 纽约时报的这份奖学金 伊丽莎白比过去够努力 选择了远方 便指过风雨渐程 伊丽莎白在自己 18岁生日这天 寄出了纽约时报 奖学金的申请书 功夫不负有心人 伊丽莎白收到了 奖学金的面试通知 但是 自己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 只好去问姐姐借 姐姐把自己的外套 借给了伊丽莎白 并告诉她 我的眼睛马上就要瞎了 和妈妈一样 我非常害怕 伊丽莎白除了给姐姐 一个温暖的拥抱之外 不知道还能多做些什么 伊丽莎白的面试非常成功 她坦然 自信地讲述自己的故事 关于家庭 关于父母 关于有精神分裂的母亲 如何爱着自己 伊丽莎白打动了在场的评委 成功拿到了纽约时报的奖学金 并成功进入了哈佛 影片的主人公伊丽莎白 中文名叫利斯莫里 03年离开哈佛大学 而后在哥伦比亚读了心理学 做了妈妈 有两个孩子 出身贫情的丈夫 也见了耶鲁读博士 尾巴 我听过很多道理 却依旧过不好这一生 这是电影后悔无期症的一句台词 看似很丧 其实这句话解释了 为什么看再多的励志故事 都是没有呢 读书虚用意 一字值千金 品 你细品 《西游记》中 孙悟空寻访仙道的时候 从遇到一个乔夫 乔夫给孙悟空指点仙人的所在 不远 不远 此山叫做灵台方寸山 山中有座邪幼三星洞 那洞中有一神仙 称名徐菩提祖师 那祖师出去的徒弟也不计其数 见今还有三四十人从他修行 你顺那条小路 向南行七八里地即使他驾了 灵台方寸山 邪幼三星洞 灵台是星 方寸也是星 邪幼三星还是星 乔夫给孙悟空指点的地方 就是一个修行之地 仙道之地 修仙之人 皆是修行也 孙悟空一个金斗十万八千里 为何不带着师父直接飞过去 而偏偏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 这正是个修行的过程 乔夫若当时直接告诉孙悟空 别找什么仙道了 修仙就是修行 你看那猴子不一棒打死他 直接说就少了一个误的过程 我听过很多大道理 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 问题不在于道理 在于听 没有误 励志故事 明日传记 看了太多 都只是听 类似伊丽莎白的故事 多着呢 他一千步 也不会是你发生什么改变 卸载游戏 早睡早起 浮育表面的励志 坚持不了几天呢 上学时 李扬的疯狂用语 火着那会儿 学校里到处都是 大声读用语的人 试问能坚持几天 心里真的相信吗 并不会 那点热乎劲几天就过了 你有你的路 我有我的路 至于唯一的路 和种去的路 这条路是不存在的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什么 不是天涯到海角 是念 念头 以念之间 沧海桑田 以念之间 万水千山 念的改变 才是一切改变的开始 没有念的转变 流于表面的 都是空中楼阁 至于如何获得念的转变 如何获得成功 我就不知道了 毕竟我不是成功学大师 也不是售卖知识的网络大学 休止心我还是有的